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似乎能看见夏日里素银的游客们欢笑洗脑的情景 是的 我们要住在这里 而且我们没想到这些帐篷在设施临下的寒夜里依然大受欢迎 离开寒流一波接一波的台湾 来到太平洋彼岸的加州 我们寻找的不是阳光 海岸或葡萄 而是优胜美帝重礼的北国山景 优胜美帝其实和世界国家公园的起源大有关系 国家公园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60年代 美国一群保护自然的先驱 因为不忍心优胜美帝山谷中的红山巨木遭受任意的砍伐 而积极促请国会 使优胜美帝成了第一座周历公园 周历非常监ирован 好了,这好久了七天 差不多 谢谢 所以当我们走出,我们需要布你收藏 每选择 当我们走出,你可以站出 和每次都要 好, ok 祝你 谢谢 你可以去中间,去中间 對,那裡的功能有 好的,謝謝 Stock Shine Stock Shine,好冷喔 開始感受到外面的冷度 Yahoo 進來了,走出來也進入國家 那個Receive要收 還記得要收 這才是真正的國家用的 剛剛前面那個要收 前面都是什麼? 前面那些都是商店區 還沒進入真正的國家公園 收費就有錢 收了錢以後才覺得 進國家公園了 這是什麼?前面都是騙我們的 這到底是什麼行李呢? 1872年 美國設立世界最早的 黃石國家公園之後 優勝美帝也在1890年 成為美國第三座國家公園 到現在世界上 已經有超過100個國家 成立超過1200個國家公園 想要好好體驗高緯度山區的冬日風情 卻不想忍受冬天野外露營的辛苦 收集情報之後 決定把目標鎖定 優勝美帝山谷的深處 往著名的 可麗山莊帳篷區前景 來到目的地才發現 帳篷區連在冬季裡也人滿為患 這些森林裡的帆布帳篷 已經有102年的歷史 19世紀末 當可麗夫婦決定在這個偏僻的林地裡 搭起帳篷 提供遊客不同的住宿體驗時 其他的旅晚業者都十分不看好 沒想到這種方便的露營方式 卻大受歡迎 100多年前可麗夫婦採用的帳篷形式 就這樣延續到今天 兩張鐵床 一台簡單的暖氣 設備當然比一般帳篷好多了 但是實際感受 卻不比在台灣錄影愉快 看到這塊禁止吃東西烹調食物的告示牌 真是欲哭無淚 我們沿襲了台灣野地裡露營兼野炊的自助好習慣 不但帶來露子和套鍋 來之前還特地到超市採購好幾天份的聖餡食物 你在做什麼 百花功夫不打緊 更麻煩的是 這裡有項特殊規定 食物 甚至有香味的沐浴用品 都不可以放在帳篷和無人的車輛中 所以雖然外面很冷又很黑 我們還是得踏出去 我們現在要去把食物藏起來了 垃圾要投進特製的垃圾桶裡 不至於一大堆的食物 就得一趟一趟搬進特製的鐵櫃中 這些麻煩的規定 都只為了一件事情 保護黑熊也保護你自己 整個優勝美帝園區 你會看到各種告示牌 宣導短片 甚至報紙雜誌 要求你把食物從車子裡 搬到這些防熊鐵櫃中 免得你一早醒來 發現車窗被打破了 車門還扭曲 對國家公園來說 更重要的可能是 保持這些野生動物的野性 我們再見就能借行 標籤 關於這次有關 部門出動的一部 我們看一下 更多了 進一步 地下酷 開車 歸巨大 追捕 開車 都是我 尽管这是许多动物冬年的季节 你还是可以欣赏到动物们 放心地徜徉在大自然里的情景 在这里可以看到森林里的小鹿一点都不怕人 就像童话故事里描写的一样可爱 但是千万不要跑去跟它们玩耍或者喂食食物 因为它们是野生动物 我嫌烧一下 我嫌烧一下 我不会说这个好奇 我嫌烧一下 我嫌烧一下 我们许多总裁下吃 骑法故事是游兜的 我们也是嫌烧的 如果我们有缘和平台的小鹿 这个每年吸引了300万以上游客的国家公园 从19世纪末以来 一直是深受白人喜爱的度假胜利 也吸引了许多企业家前来投资开发 因此早期他的自然景观 曾受到相当程度的破坏 而今天他的美景之所以可以保留下来 和一位叫做John Muir的自然文学作家 有很大的关系 据说John Muir本来是位超级自作旅行家 有一次他想要从他的牧场走到南美洲 却在中途生病了 医生宣布他只剩几个月的寿命 所以他就没有向古巴前进而转向甲州 在那里他进入了优胜美地 看见这么好的风景居然就活了下来 一活就是好几十年 这段期间内他用动人的文字和演说 促成了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设立 完成公园内主要的规划和建设 堪称是优胜美地之福 介绍了半天 你是不是开始怀疑 这么美丽的山谷 在白人发现之前难道没有原住民存在吗 当然有 这就是他们过去使用的房子 国家公园保留下整个村子 见证过去原住民简单自然的生活方式 只是空无一人的村落 终究令人惆怅 好不容易在博物馆 遇到一位米沃克族的老婆婆 她的名字叫做朱利亚 朱利亚很和气地为我们示范 米沃克族传统藤边 我们好奇地问她 整个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里 到底还有多少原住民呢 答案是五个人 本来以为朱利亚可以解答许多疑问 没想到她的答案 却让人陷入更深的迷思 其实原住民和土地的关系 通常是很密切的 像这个被冰河切割剩下一半的半圆顶 不但是优胜美地的地标 还有着优胜美地原住民的故事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对人和寿结合的夫妇 在古地里发生争执 因为他们把愤怒带进了优胜美地 天神就处罚太太 变成了这块称为半圆顶的大石头 而丈夫也没有好到那里去 当然是变成了对面的大石头 互相互印 回不当初的太太流下了眼泪 眼泪就形成半圆顶下方的镜湖 仔细看看 峭壁上这些溶雪的痕迹 是不是很像太太流下的泪痕呢 且不管这个故事 是不是偷偷含藏什么启发性 山脚下的镜湖倒说明了一些事情 早在1860年代 山面环山的镜湖就已经美名援破 商人在湖边设置码头、餐厅 湖面上还有工人跳舞取乐的水泻 如今这些人工建物 不管曾经带给人们多少欢乐 都被移除了 事实上 自从国家公园设立以来 人们的观念已经慢慢改变 那就是 不要总是企图把大自然 改造成你想要的样子 它就会回报你 更美好的礼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